翼材質拼接 你看 櫃皮跟皮質這樣子 然後它的金屬全部都是配金色的 我覺得非常的復古 然後這個軍綠色呢 你看它就有一種海藻海藻綠的感覺 但它就是配黑色的皮革 這個可可 就是可可 同色系的 橄欖綠 橄欖綠 然後配合這種可可的皮質 棕色 非常楓葉的棕 因為我現在穿這樣子白色的 我覺得每個顏色都很適合 看你穿怎樣的氛圍 因為我覺得這個呢 就有一種西部的那種 我覺得有點流浪的感覺 感覺好 對對對 有一點 有西部感覺 又不失那個氣質 對 又有氣質的感覺 對 看一下裡面 好 來囉 風格都可以 它是一個類似一個半月型吧 對不對 長型的 然後我們看看它可以裝什麼東西 好 這個的話手機是絕對沒問題 長架也OK 然後它可調 兩邊都可以調長度 雖然它可以整個這樣子 可以大鞋背 可以大鞋背 然後也可以就是非常簡單的腋下包 全面部都是可以的 然後它的重量也不會很輕 它是輕輕的這樣子很輕的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這個東西很便宜 不會不會不會 它還是很有質感的 只是它沒有做得非常不充 不會說你背了一個包包 那就是包包的重量 手機是完全全大隻的 不知道是可以放得進去的 而且是綽綽有餘 綽綽有餘 你還可以放長甲 然後你可以放一些小小的東西 這樣子 衛生紙什麼的 就是一個機能性的小包 它最推薦是這個 喔 因為我很愛綠色 然後因為我黑包包又超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它是一樣的 對 然後你家裡衣櫃啊 就是可能大地色系 或是那種綠色像我一樣很多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配這個 這個是實惠款 實惠色 因為你想要黑色 然後你有想要一個大地色 你就可以拿這個配色 它可以這樣子直接這樣胯背上去 雞皮也是就是非常滑順的那種 它是金得請你近看的那種材質 不會就覺得 啊 這裡是線脫線啊 都不會 有一個拉鍊的